好 人在南投 昨天中午有一對夫妻 擋他們到仁愛桑 德魯灣橋下方的溪流 來工作捕魚 疑似被湍急的溪水給沖走 消防人員非常緊急的到了現場 花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是找到人 不過夫妻倆都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 另外今天上午 因為大雨沖刷 山坡土石崩落 也灌進了新衣箱的這個三戶民宅裡面 幸好只有污損 沒有造成民眾受傷 消防隊搭乘救生艇 前進湍急的南投 沿岸鄉德魯灣橋下方溪流 因為有隊夫妻檔來到下游 工作捕魚 雙雙 溺水失蹤 右邊那裡有紅紅的 那裡有紅紅的 經過一番搜索 疑似在岸邊發現蹤影 另一處的救難人員 也立刻縱使跳進水裡 過了過了 越過湍急溪流 直奔對向河岸 終於在德魯灣橋下游500公尺處 先找到失蹤的妻子 靠著拉繩跟救生艇將人拉回 但遺憾的是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家屬在岸上淚崩 傷心欲絕 但先生當下人失去蹤影 後來兩個多小時也終於在事發點 到陸灣橋下游約一公里處尋獲新生 但兩人最終人不至身亡 有民眾因為在溪邊工作 不適被溪水沖走 民眾在好大雨期間 不要前往溪邊溪水或工作 另外南投信義鄉神木村 截至上午九點為止 累積雨量破250毫米 也造成信義鄉東浦村民宅 後方山坡被大雨沖刷崩塌 7號早上8點多大片土石灌進民宅內 地面被泥流淹沒 家具橱櫃被撞到東島西外 場面嚇人 但幸好當下土石是慢慢滑落 住宅內居民也已經撤出 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這兩位少女南投報導